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紅米Note10 5G 它今天喊出了一個口號叫做 0元5G機 終結4G時代 這次來紅米喊了這個口號 4G的時代就靠紅米來畫下終點 它其實主供電信方案 配門號直接賣0元 我看到覺得真的是不可思議 因為它規格真的不錯 不僅搭載MPK的天玑7000 5G平台 然後5G加5G的雙卡雙待 螢幕也有6.5吋FHD 支援90Hz的Adaptic螢幕 那也搭載4800萬AI三鏡頭相機 5000mAh的巨無霸電量 以及6G記憶體內建3.5耳機孔 紅外線遙控器FM收音機 該給的它全部都給你 從規格上面來看 紅米Note10 5G真的是市場上 最高CP值的0元5G機 那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Let's go 紅米系列從2014年的 初代紅米Note開始 雷軍口中的感動人心 價格厚道的工作 就落在這個系列手上 紅米這個系列 它就是會在有限的預算內 比其他品牌的規格再高一點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配件如下 包含紅米Note10 5G一支 22.5的快充 USB-C的送電線 透明軟膠保護殼 以及退卡針 那它這一次推出了四個顏色 包含極光綠 燕幕藍 彩光銀 以及石墨灰四種顏色 那我收到的是石墨灰 它霧面玻璃的質感 我覺得很棒 那尤其是背蓋 螢幕上面的鍍膜 也很滑膩 以前這種價位帶的手機 整個手機摸起來都會澀澀的 可是這一次我拿到 紅米Note10 5G 它的手感真的是跟 小米11一樣 很難想像 這是一支0元的手機 那把卡槽抽出來看 它是支援5G加5G 三選二的復勒式卡槽 以及MicroSD記憶卡 那從卡拓的上緣 其實沒有看到防水膠條 所以我可以直接判定 紅米Note10 5G 並沒有支援防水 哪怕是生活防水 應該也都沒有 我覺得最有誠意的 就是它支援 Hi-Res的音效認證的耳機孔 以及紅外線遙控器 特別是這個遙控器 使用機率非常高 特別是現在大家都居家防疫嘛 然後每天都待在家裡 我現在每天在家裡 都是用它來遙控 我家裡的冷氣 或者是當作電視遙控器 那你只要打開萬用遙控器 設定家電種類品牌 以及按照步驟去對頻設定 它就會抓取線上遙控器的 萬用碼資料庫 那幾乎大多數的家電都能夠使用 那在配對的時候 可以多試幾次 我用到現在 大部分家電都很正常 那它也支援NFC支付 然後可以使用重化電信的 悠遊卡支付 或者是使用Google Play的信用卡支付 那喇叭孔位於下方 充電實測最高支援18W充電 那再來我們看到相機 紅米Note 15G配備了4800萬畫素的 AI3鏡頭相機 那實際上我看喔 只有主鏡頭是有用的 其他兩顆200萬的微距鏡 200萬的景深鏡頭 基本上都算是戰術鏡頭 那從視覺上來看 你會覺得 它跟這一系列的小米11長得蠻像的 實際上只有4800萬這顆主鏡頭 可以在日常生活上使用 其他兩顆都是用來輔助主鏡頭 但即便如此喔 這顆鏡頭也是蠻好用的 那接下來我來PO一下 這幾天拍攝的樣張 天空的色彩還原準確 整體的寬容度還蠻高的 在遠處的樓房 也不會有過度銳化的現象 樹葉的按部細節 保留的也還不錯 品質看起來 其實真的不會像入門機 看起來都有中階機的水準 那在拍攝介面中會有AI演算法 進行輔助 主動判斷場景變化 並且自動進行調色優化 那舉個例子 當我在拍攝藍天白雲的時候 它會立刻偵測藍天佔大部分 於是讓過曝的藍天變得更藍 所以會拍出色彩比較濃郁 但是不會失去現場環境本色的照片 那它也內建HDR 亮暗過大它會自動後製 將亮暗處的細節把它補得更豐滿 那紅米Note 15G 雖然沒有望遠跟超廣角鏡頭 可是在景深鏡頭的輔助 在拍攝人像 或者是想要強調景深的場景中 可以獲得更自然的虛化 像我去拍廟門口的石獅子 讓兩隻石獅子的對看 變得有一點意境 然後它也有具備微距鏡 大約可以距離5公分的拍攝 那像這樣我去拍攝一個啤酒瓶的洞口 那意外也得到一張色彩還不錯的漩渦照片 那在夜間拍攝一些街景 靜態的成功率也蠻高的 然後它也支援夜景模式 按一下就可以把夜景拍得更漂亮 那下面幾組樣張啊 我分別拍攝兩張 一張是AUTO 一張是夜景模式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那再來我們看到螢幕 紅明Note 10 5G 它搭載的是6.5吋FHD AdaptSync螢幕 觀看YouTube的時候 最高解析度支援到1080p 它可以使用90Hz的螢幕更新率 它會有四檔的自動切換 以入門機來講 其實它給了還不錯的配置 具體來說啊 這些更新率 就是當你在刷網頁 玩手遊這種需要經常變換畫面的情況 它就會自動用90Hz 那如果是看YouTube 愛奇藝 KKTV 這種24fps的影片 就會自動切換到30Hz 那它會幫你做省電或是要流暢 都可以自動調整 這個動態調整 算是非常聰明的電力策略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它的亮度不太夠 在陽光下的最高亮度 並不足以跟太陽對抗 那下面這是我在陽光下拍攝的畫面 你看它整個畫面是偏暗 那在拍照啦 追劇啊 其實會有點吃力 那它旁邊有側邊的指紋辨識 摸一下就可以解鎖 那另外它也有支援臉部辨識圖形 數字密碼的解鎖方式 看你喜歡用哪一種都可以 那這台紅米Note 5G的效能 我覺得介於兩者之間 它雖然是入門定位 可是玩一些遊戲 還算是蠻流暢的 它搭載的是天璣7000的處理器 我用安兔兔最高跑到31萬分 PCMark跑到9757分 那實測PUBG啊 可以穩定在30fps 天堂2可以穩定在25fps 黑色的沙漠可以穩定在30fps 那充電跟續航力啊 天璣7000本身就很省電 5000mAh的大電池啊 我實測用PCMark進行不斷電的測試 跑到20%可以得到17小時的續航力 如果加上剩餘的20% 應該可以高達24小時 那充電的部分啊 我實測它大概是可以支援14到15W 大約1個小時半可以充飽 好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以往我們要去電信啊 綁門號 續約0元手機的時候 真的都會猶豫一下 因為一般的0元手機的規格真的太弱 這隻紅米Note 15G啊 我覺得它的實用功能給的很滿 非常實用 先不管它是不是5G手機 也不管它順暢玩遊戲 甚至它還可以拍出不錯的照片 那也支援記憶卡擴充 其實光是它支援紅外線遙控器 以及FM收音機 這兩個非常實用的功能 我就會買單了 這樣你等於是續約滿好 用0元買了一支萬用遙控器 冷氣電視水泥操作 而且它剛剛好也可以5G上網 打個Gain啊 追個距 想想都覺得划算 覺得這隻手機唯一最可惜的地方 就是螢幕亮度真的是不夠亮 那陽光直射下真的會看不清楚 以及它只有單喇叭 然後沒有超光角望遠鏡頭 但是這個價錢真的無懈可擊 如果這個規格沒有辦法滿足你 我覺得小米11 Lite或小米11 或者是它的同門親兄弟 紅米Note 10 Pro 我覺得這幾支或許是你的菜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是雲霸 那想知道這隻手機的更多訊息啊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